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网络前的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 请放开支门重行录 尊师之行第三 93页 第一行 93页第一行 从尊训终云 这里看齐 我们看下面的文 诵清述 得法于辞明 在处隐众中 朵帅月公 时在庄 因月化 寻之为辞明 四则大经 明日 具威于参寇 广乎开发 遂得大物 能 借月曰 无以浮薄 先师受寂 不许为人 连子之臣 忘先师之界 直以后 却勿事无也 终身入城 人无知者 这条是 尊老师的 这个疑信 终身隐居 不出来 这是宋朝 清述禅师 得到谈周 瓷霜 楚颜 瓷明禅师 传法以后 他就隐居在群众当中 朵帅月禅师 当时也在一起 混在这个大众当中 没有人认识他 也不知道他是大策大悟的 有一天晚上 让大家夜里碰面谈话 这个谈起来 这个朵帅月公 这个朵帅月禅师 跟他谈话 问起来才知道 清述禅师 他曾经是瓷明禅师的逝者 这个逝者 就是跟他学习的 所以这里讲这个逝者 是跟他学产的 在旁边学习 这个逝者不是我们现在概念当中 拿毛巾端开水 去打扫 这个逝者 那当然他有做这些工作啦 但是主要呢 逝者他不是说那这个顺存做法就没事啦 不是的 所以这个逝者要说明一下 他主要是来学 学佛法的 学参禅的 跟禅师就学参禅啊 学参禅目的就是要大策大悟啊 他那是学法的啦 那像我们道场也是一样啊 那这个大家 我为什么 大家要上课呢 这个义工赴法 大家都要上课 我来这里做义工啊 我花心啊 我来扶持啊 那扶持是扶什么 扶持我们 吃啦喝啦住啦 扶持这个 不是扶持这个人啦 这叫扶法 那什么叫扶法 这边这个地方有法 我们来扶持这个法 不是扶持那个人啦 那那个人有法 因为他有法 我们来扶持他 是这个意思啦 那不是扶持那个人 那扶法干什么呢 要学法啊 你要学习啊 所以做义工 我来帮忙啊 我来你们道场我来帮忙你啊 你人手不够啊 所以以前我到图书馆去啊 那个时候在基金会出家 这个 我住了一年五个多月 后来韩馆长这边没人啦 叫我过去 后来我就过去了 那过去呢 那这个有一次啊 我就跟老婆上讲 说 悟到啊 主委馆现在没人啦 那馆长 叫我来呢 叫我来呢 来这里 我来发心啦 来帮忙 大家猜一猜 然后唱什么回答 我这里不需要帮忙 我这里不需要帮忙 我听得很奇怪啊 明明没人啊 怎么不需要人帮忙呢 他也不给我讲为什么 我也不敢问 后来我想一想 大概要我去餐吧 后来这个事情啊 我这在心里存了好久 后来有一天啦 我就终于想通了 我讲错话啦 我讲错话啦 我去帮什么忙 后来我才觉悟啦 后来我才知道啊 应该讲啊 师父啊 我来学习的 这就对啦 你说来帮忙 你很厉害啊 你能帮忙 那学习什么呢 你泡茶也要学习 折毛巾也要学习 客人来怎么招待 你也要学习 通通在学习啊 这个叫适者啦 那主要就是学佛法 所以我在那边啊 我跟其他出家中就不一样 那因为我一开始没有人 那就是这些事情我都要做 那师父有客人来在客厅做 那我就要去泡茶 用毛巾请客人做 就要站在旁边啊 客人跟师父对话 我就站在那边啊 注意听他们讲什么 这个客人他问什么话 那师父怎么去回答他 我就去注意听这个 所以每一次客人来啊 师父讲什么我都不让他轻易放过 他会竖起耳朵啊 竖耳恭听啊 所以他在旁边照顾 看看他讲什么 这个适者就是在学习的啦 不是帮忙的啦 这个后来我才搞明白 那现在大家到场来做佛法做育工 是一样的道理啊 我来帮忙啊 你没人啊 那我套牢上这句话讲 我这里不需要帮忙 那这个话呢意义非常深 如果你只是来帮忙 你不是来学习 我对你没有帮助啊 也对不起你啊 那居士才供养 出家人要法供养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就是说你来发心 那我们要教你学习佛法 这样啊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责任跟义务 不能来这里他什么都学不到 他也发心兼钱 也来做义工 他什么都学不到 那个我们也对不起他 所以来学习的 所以大家来学习的 所以要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 我们来亲近道场就会来学习的 但是现在不懂的人那就是来帮忙啊 帮忙这个是世间一般的 你有事情我帮忙 我有事你来帮忙 这是世间法来讲 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世者啊 再说明一下 世者当然是做这些杂物啦 这些事情都要做 但是最重要啊 是学法 学习那个佛法 那么这个 斗帅悦禅师 他知道呢 这个不是一般人啊 这个倾诉禅师 他是曾经啊 侍奉过这个 慈名禅师啊 大慈一经啊 就像那个 运中法师啊 碰到六祖一样 知道他是从 黄梅啊 五祖那边过来的 他得一波啊 就像那个例子一样 所以 运中法师替 慧能 大师啊 剃渡 剃渡 剃渡之后呢 他是他的剃渡师 那个时候 德一波还没有出家 那剃渡之后 他再反过来拜他为师 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公案也是同样一个 一个事情啊 他就大慈一经啊 这个人隐藏这么久 没有被发现 像 六祖啊 他得一波是藏在猎人队15年 避难 人家不知道他 所以他隔天啊 就整树一龙啊 去拜月 青树禅师 以后呢 常常去请教 青树禅师 经过好几次的开示 和启发 这个 朵帅叶 禅师 终于啊 大悟了 得到 一道高人啊 给他指点了 但是这个青树禅师就警戒 朵帅叶禅师说啊 他说呢 我因为福报浅薄啊 所以仙师啊 就是我的老师告诉我了 你不许去传法度众 你这个法言不好 那今天呢 我们有这个音言啊 联习你的诚意 诚心啊 被你这种诚意啊 来感动啊 那忘记了仙师的告诫 那希望啊 你以后不要再传我的法 那个不要传我的法呢 这个 不是说不要传法 那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看这个啊 也不能误会 这个是要说明一下 你法就要传人啊 你说为什么不传呢 主要是说 如果你传法 你不要说 你在我这边得法的啦 不要说我啊 他不要出名 就是这样 他不愿意出名 他不愿意出名 所以这个说不要 说我传法给你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浅述这边呢 这边这个注解可能有一点 不是很 很恰当啦 就是说以后啊 就是说以后啊 你不要说 你不要说 这个是啊 切勿事物啊 就是说 你不要说 是我传法给你 他不要出名 这样啊 这个倾诉禅师啊 还是没有人认识他 所以他终身啊隐居埋名 那没有人知道呢 他是一个开悟的大德 大概这个 斗帅叶禅师他知道 他知道啊 以后的人把他记录下来 以后的人才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当时啊 一般人都不知道 他是已经开悟了一个大德 这个也就是 真正开悟的大德 他不重视这些名利 那这一条也是尊师之行 所以尊师重道啊 他是很多方面的 他是 也是遵照这个老师的疑信 这个不敢忘记 如果没有遇到这个 朵帅叶公啊 以后的人也不会知道他是开悟的人 这个就是他尊重老师的一个表现 这些尊师之行啊 这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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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